李前夕,未婚妻送来明贵万表 望着我的断臂,我果断提出了离婚 他名下的种子选手小心翼翼地打电话向我解释 王先生,是我搞错了万表的尺寸 不关刘总的事 旁边却传来柳如烟不耐的声音 不用理他,我送的东西,他不敢不要 我吃笑,留下离婚协议书 转身果断离开 收拾行李的时候,柳如烟正从外面进来 他穿着名贵的西装,看了眼乱糟糟的家里 眉头皱得很紧 明天就是婚礼了,你就不能把家里收拾一下 到时候满堂宾客来了,难道要丢我的脸 我漠不作声,柳如烟的目光滑过我的断臂 眼神里难掩咽气 算了,我还是叫个阿姨过来 在一起七年,柳如烟不是第一次知道我的六胳膊肺了 但像今天这样怎么也掩饰不住的嫌弃 却是第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柳如烟不爱我 最后一件衣服收进行李箱的时候 柳如烟的电话也打完了 目光落在我手中的行李箱上 他眼神中的不耐越发严重 王浩,就为了一支腕表 你要在婚礼前夜和我闹脾气 我没有闹脾气,我是认真的 柳如烟,我们离婚吧 我主动提出,柳如烟却压根没有将我口中的话当做一回事 反而皱紧了眉头 不就是周晨送来的腕表不是你的尺寸吗 王浩,你差不多得了 我和周晨很忙的 每天都要为训练赛兢兢业业 不像你,只需要在家舒舒服服的吹吹空调就可以了 你别捣乱,我捣乱 在一起七年,好不容易走到结婚这一天 他从未为这场婚礼付出过什么 就连送来的腕表,也比我的臂为小了一圈不止 我错了,柳如烟不是不爱我 他是压根就没把我放在心上吗 看着他,我问 周晨不知道,你也不知道 柳如烟,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纪念日 送对方的礼物就是一对腕表 柳如烟眼神闪躲,并没有回答我口中的话 我知道,他是心虚 总而言之,你不能拿婚礼的事情开玩笑 王浩,你要知道 现如今我还能嫁给你,是你的荣幸 望着眼前这个我爱了七年的女人 我只觉得可笑,勾了勾嘴角 是吗,那这份荣幸,我不要了 我拉起行李箱就走 身后却传来柳如烟摔东西的声音 他很愤怒 王浩,你走了就别回来 婚礼,没的你照样能办 我倒要看看,你的残废离开这还能去哪 我以为自己不会痛的 可柳如烟尖尖锐的话语还是像一把尖刀 狠狠地刺入了我的心 我和柳如烟是校队的拳击比赛中认识的 当时他作为学校记者来采访我 被激动的观众推了一把 我毫不犹豫离开校队去他那里 帮他打下一台台的胜利 坐稳省级最强俱乐部的位置 我们是业界最登队的金铜运 但是好景不长,柳如烟的优秀遭到了极度 一次比赛结束接受采访的时候 有人趁乱拿出大砍刀要柳如烟的命 我毫不犹豫转身挡在了他面前 等我再度醒来,已经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右臂 望着我空荡荡的袖管 柳如烟哭得比我还要伤心 他说,王浩,你是为了我才成这个样子的 等我把俱乐部做成全国最强 我们就结婚 为了这句承诺,我等了七年 现在,柳如烟终于站在了国内最强拳击俱乐部的巅峰 也兑现了和我结婚的承诺 我们在年初领证 在俱乐部七周年庆的时候举办婚礼 我很清楚,这不过是宣传俱乐部的一种手段吧 柳如烟的目标,从来不是国内最强 但我也满足了 毕竟柳如烟说了,他会送我一款亲手设计的 名为无冕王的手表 象征着我和他联手将俱乐部推上了巅峰 可现实狠狠甩了我一巴掌 不合尺寸的万秒 柳如烟看我断壁时嫌弃的眼神 无时无刻不提醒我 我在乎的人,一点也不在乎我 或许我和柳如烟,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我去了医院,找我的好哥们定制假之 等待方案的时候 电视机里传来新闻记者激动的声音 天才拳手和老板娘朱连闭合 世纪婚礼引人瞩目 即使已经假装释怀 可听到这样话的我心脏还是漏了一排 我认出了那就是昨天柳如烟叫人送来给我的那一只万表 柳如烟还在镜头下甜蜜地向大家介绍这只万表的来历 这是我为我先生专门设计的万表 名为无冕之王 我先生在全场上挥洒汗水 我在幕后坐镇整个俱乐部的运营 我们都是彼此的无冕之王 这也是我们俱乐部下的赛季的参赛理念 无论输赢,都是无冕之王 现场掌声雷动 镜头也落在了带着万表紧紧交握的手上 看着尺寸合适,不大不小的万表 我忽然惊觉 原来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 好哥们拿着耗材出来找我 看到电视上播放的画面也是脸色一遍 赶紧关掉了电视 他还想和我说什么 我却比他想象中的还要豁达 就这个耗材吧 价格不是问题 好用就行 我交了定金 还没走出医院 手机就发出了震动 是周晨 似乎怕我不知道他代替我成为了这场世纪婚礼的男主角 他特意发来现场的照片视频 我期盼了七年的婚礼 他轻而易举就得到 还成为了拿来向我炫耀的资本 可我还是忍不住点开了视频 宣誓的环节 两人激动的落泪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这是对恩爱异常的眷侣 也是,周晨不像我 他不仅是柳如烟花高价从外面挖来的种子选手 更是有着健全的身体 他们在一起 或许才是柳如烟心中的良配 不想再看 我直接删除了周晨 下一秒 柳如烟问责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王浩你有病吧 我今天差点沦为全国的笑比 周晨好心就场 你找他麻烦做什么 我这才知道 是周晨又跑去和他说我对他有意见之类的话 我只觉得心累 面无表情开口 我没有找他麻烦 相反 我觉得你们挺登对 柳如烟只当我口中说的是气话 继续像女王一样发号施令道 你别多想 是我让周晨联系你的 一会还有个和合作商的洽谈会 你过来一下 今天的婚礼你没来 他们挺纳闷 你自己去解释 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我没必要去 你们俱乐部的事情 俱乐部走向国际的一次宣传 我的合法丈夫只有你 你为了那只万表闹脾气逃婚也就算了 后面的洽谈会你必须参加 哪怕从一开始就知道 这场婚礼的主角不是我 连柳如烟口中专门为我设计的结婚万表 也不是我的尺寸 只是为了展示给全球的人看 打响俱乐部知名度 我的心还是忍不住的色索 柳如烟不在乎我 也不在意我的感受 甚至还想让我接受一切 去参加他们俱乐部的洽谈会 我已经认清柳如烟的心理 压根就没有我 电话那头传来周辰催促的声音 他喊他一起去给宾客敬酒 我空荡荡的袖筒无法发力 只能默默咬紧了牙关 柳如烟 我不爱你了 记得把离婚协议书签了 别委屈周辰做三 电话那头的柳如烟 却难得的没有发脾气 王浩 离婚前 你有义务配合我的一切行动 一会和合作商洽谈你必须在场 否则离婚的是你想都别想 柳如烟干脆利落的挂了电话 他知道我不敢不去 回去的路上 到处都是柳如烟和周辰 世纪婚礼的直播 哪怕我闭上眼 耳朵还是不由自主 能听到那些嘈杂的声音 一声声郎才女帽的夸赞 听得我耳朵生疼 我干脆拿出耳塞 世界瞬间清静了 我来到了婚宴现场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盛大 庄重 到处都是柳如烟和周辰 两人的合体海报 还有婚纱照 一天的时间而已 居然连婚纱照都准备好了 我静止走向柳如烟 他正和周辰一起 和几个合作商谈笑风声 旁边是为这场婚礼 专门请来的记者媒体 看到我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 柳如烟更是没想到 我会来得这么快 赶紧起身将我拉到一边 你怎么现在就过来了 你去那边等会 等我们接受完采访就来 然后又扭头和其他人介绍 是我家一个远房亲戚 来晚了 没事 大家继续 柳如烟重新回到了座位上 和周辰肩并肩 两人依偎在一起 笑容甜蜜 我像是被定了身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直到采访结束 有个合作商自作主张 走到我面前 鄙夷的扫了一眼 我轰荡荡的右袖筒 都成这样了还讨婚 王浩 你还真以为 你是几年前的天之骄子呢 我看了一眼旁边的柳如烟 他并没有说话 任由面前人羞辱我 我的心逐渐沉向谷底 合作商界没人维护我 越发的肆无忌惮 我记得之前 你还是蝉联三界的冠军王 呸 什么冠军王 废物罢了 让你来我们俱乐部 做教练都是抬举你 你这种残废 就应该去领补贴金 居然还逃婚 笑死了我 你不会真以为 世界离了你了 就不会赚了吧 合作商越说越过分 每一句话都是在 往我心中最通道 伤口上捅刀子 周辰也站出来帮枪 陆总 你别生气 王哥除了不识大提以外 其他还是很好的 比如说刘总 这几年的家务事 都是他在打理 合作商脸上的不屑 却更浓重了 他 他一个残废 能打理什么 上厕所不找人擦屁股 就不错了 全场哄堂大笑 尖锐的嘲笑声 不断地涌入我的耳朵 这样的嘲笑 我听了七年 为了能和柳如烟在一起 我选择忽视 可今天 我忽然就不想再忍了 见所有人都围着我指指点点 柳如烟的面上也挂不住了 大家不要再说了 王浩 你过来给陆总道个歉 我能看到他眼底浮起的不难 直接忽视了他口中的话 单手握住旁边的拖把 朝着所有人走去 残废是吧 我今天就告诉你 就算我只有一只手 照样吊打你 我把拖把塞进了周辰的嘴里 对着他的肚子一阵招呼 我没了右臂 但是没关系 我还有左臂 将他死死固定在餐桌上 膝盖攻起 对着他猛踢 柳如烟被惊呆了 赶紧喊保安来拦我 陆总也一脸的惊恐 这可是刘总的婚宴 全球直播 你也一样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 那么多年你知道 他临时嫁小白脸 你高兴疯了 怎么 那个剑种是你儿子 你不是爱吃婚宴吗 多吃点 陆总拼命挣扎 一挥手不小心 打翻了旁边的香槟塔 层层叠叠的香槟塔 瞬间倒塌 砸到了不少现场的人 闭时间尖叫声 咒骂声 哭喊声遍布了整个婚宴现场 这场世纪婚礼 被毁了 混乱中 周辰被撞翻在地 半个身子倒在了碎玻璃茶子中 柳如烟气得发抖 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 王浩你真是疯了 你伤了周辰的胳膊 他以后怎么打比赛 我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袖口 忽然做出了个决定 柳如烟不是宁可换人 也要打响俱乐部的招牌吗 我偏不如他的意 我走到舞台上 拿过话筒大声开口 我要爆料 其实我才是这场婚礼 真正的男种角 周辰 只不过是柳如烟 俱乐部的拳击手而已 是柳如烟让他代替我 来出席这场婚礼 充当新郎 我拿出结婚证 聊天记录 周辰直接被当场垂死 无数还没来得及 离开的记者立刻蜂拥而上 话筒都塞进周辰和柳如烟的嘴里了 请问你们为什么要临时换掉新郎 是嫌弃王先生的断臂吗 这算婚内出轨吗 周辰你也是业界小有名气的拳手 为什么要做小三 柳如烟俱乐部的名声彻底臭了 公关部的键盘都冒火星子了 网上的负面新闻依旧不断 我以为他会迫不及待和我离婚 没想到柳如烟打来电话 只为我回去道歉 王浩 你这次太过了 顾总很生气 周辰也住院了 只要你和我回去一起道个歉 之前的事我可以当作没有发生 他真的好大动 但我不需要 没必要 网上舆论满天飞 这婚女不离也得离 我挂断了电话 只觉得整个人神清气爽 接下来的几天 我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 因为定制的甲值已经到了 我需要全身新的去安装 然后开启新的生活 新的甲值还不错 除了刚装上有些不习惯以外 其他都挺好的 适应了一段时间后 我在好兄弟的介绍下 去了他妹妹宋妍的俱乐部 出任总教练一职 又胳膊断掉之后 我不是没有尝试过走出去 重回赛场 哪怕做不了拳击手 做指导教练也好 是柳如烟和我说 我这个样子出去 只会让人笑话 他不愿意看我被人嫌弃 希望我能回家做他的嫌内主 我听了柳如烟的话 没想到最大的嫌弃 却是来自他 来自他身边的所有人 新的俱乐部很好 大家没有因为我的胳膊歧视我 我提出的每条意见 都能得到重视 我甚至也能在康复训练下 偶尔用我的右手打打拳击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柳如烟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 奈何他俱乐部的负面 新闻越演越重 这个时候 他也没了精力来骚扰我 更何况 一周后 就是业内所有人都很期待的 全国拳击联盟大赛 俱乐部里的每个人都拼尽全力 我自然不能拖后腿 为了确保状态 我直接换掉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直到在比赛现场 我又遇到了柳如烟和周辰 他们的手挽在一起 脑袋也靠在一起 轻易地说着什么 见到我之后 柳如烟迅速放开了挽着周辰的手 随即和我打招呼 王浩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就是陪周辰来参赛 周辰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极度 酸溜溜地说了句 他来这做什么 估计是看我的手已经恢复了 想要捣乱了吧 这句话提醒了柳如烟 他看向我的眼神瞬间充满了警惕 王浩 周辰本来就因为你的缘故伤了胳膊 你要是在他的比赛中捣乱 不会良心不安吗 我吃笑出声 晃了晃面前的胸牌 你想多了 我也是来参赛的 你 周辰的眼神中满是嘲笑 目光落在我向来空荡荡的右袖筒上 他的眼睛忽然瞪大了 柳如烟也注意到了我的不一样 右臂断了之后 我总是习惯将整个右肩膀都藏在身后 可现在 我坦荡荡荡的站在这里 就连向来空荡荡的右胳膊 也装上了一只 不仔细看 压根就看不出差别 王浩 你的手 我没心思回答他的好奇 我们赛场上见 还有 离婚协议书记的签 我往家里和俱乐部都有了 别装看不见 比赛赢得毫无悬念 我本来就很擅长拳击 在我的指导和俱乐部选手的努力下 顺利夺冠 领奖台上 我和队员的笑容有多灿烂 旁边柳如烟和周辰的脸色就有多难看 连铜牌都没拿到的他为自己找借口 柳总 都怪我 要不是伤了胳膊 我不会连一块奖牌都没拿到 柳如烟没说话 倒是宋颜走过来微微一笑 只是往胳膊里扎了几块玻璃也叫受伤 我的队员 每一个都是曾在赛场上付过伤的 有的甚至还断了韧带 就连我们的总教练 王浩 也是断臂重生 不过与你而言 受伤确实是个不错的借口 因为这种赛事 不是第一和最后一名对你的俱乐部来说没差 周辰的脸色迅速变差 目光投向身侧的柳如烟 期待着他能为自己出头 柳如烟也迅速上前 扣住了我的手腕 王浩 我们谈谈 除了离婚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我拒绝的干脆 甚至拿出随身携带的酒精喷雾 喷在刚才柳如烟摸过的地方 然后细心的用绒布擦拭 我的一只很贵 沾不得半点的脏东西 他脸上带着恳切的表情 恳求我道 王浩 你真的要离婚 我知道婚礼那天的事情你还在生气 但我也受到应有的惩罚了 周辰也伤了胳膊 拿不到名次 回到我身边吧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 好吗 哪样 去掉我的一只 回到家里继续给他做家庭嘱咐 还是每天在家里蹲守着电视 看他和周辰合体全世界秀恩爱 我累了 柳如烟 你记住 毁掉我们婚礼的人是你 不是我 周辰的胳膊也不是我伤的 更何况今天的比赛你也看到了 他根本就不适合做拳击手 一个预赛都没打进前十的废物 你怎么敢带他来参加决赛 柳如烟沉默了 拳击场上 他懂得并不比我少 周辰还是有天赋的 王浩 只要你肯回来做周辰的指导 亚洲赛 他肯定能打进前三 我笑了 笑得很苦涩 也很释然 我以为柳如烟出来挽留 是为了我们七年的感情 没想到还是为了周辰 他对周辰 还真是人之意尽 不必了吧 你周辰的天赋 他连欲决赛都进不去 除非你砸钱 就像我们的感情 没了就是没了 早点离婚 对你我都好 我没想到柳如烟会这么丧心病狂 庆功宴刚结束 宋妍找到我 将一份柳如烟贿赂选手的证据交到我手中 一千万 买有可能和周辰队上的选手弃赛 他这是扰乱比赛规则 是对拳击的蔑视 我们去组委会举报他 宋妍很生气 他和我一样 在大学的时候 都是校拳击队的主子选手 只不过后来我为爱去了柳如烟的俱乐部 他也因伤退赛 成为了一名俱乐部的幕后老板 对于拳击 我们有同样的热爱 也容不得一丁点的沙子 但我没有选择立刻向足为举报 而是摁下了这盘录像带 一个能为钱放弃梦想的选手 配不上拳击这样热血的舞台 柳如烟也不配经营一家拳击俱乐部 我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 我已经提起诉讼离婚了 我和你打个赌 赌下个月的亚洲赛 周成连玉赛都进不去 柳如烟沉默了一瞬 王浩 你真要这样吗 这只是我们的私人恩怨 你没必要一次又一次迁怒周成 如果你要报复 冲我来就好 我没必要报复你 我只要离婚 记住你和我的赌约 输了 我们离婚 我挂断了电话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我每天除了帮队员做训练 还会抽出额外的时间自己单独做训练 不是之前的康复训练 而是赛前 柳如烟也和疯了一样 满世界的请私教给周成做训练 市面上能请到的知名教练 都被他请了个遍 甚至连我之前的训练录像 也被柳如烟翻出来 给周成反复观看 宋妍知道后为我打抱不平 王浩 他们太过分了 凭什么拿你的录像给周成看 没事 他看了也学不会 我很坦然 对了 市面上我的录像卖多少钱一份 八千 宋妍有些犹豫 我笑了笑 直接从抽屉里掏出一打 我这还有 不多卖 打包价十万 亚洲赛来得很快 比赛前一晚 柳如烟找到我 他换上了我们初见时的那条长裙 站在风里 一脸失落地问我 王浩 我们真的不可能了吗 你说呢 我反问他 可我们曾经有那么多甜蜜的回忆 哗啦啦 柳如烟打开了他旁边的皮箱 里面密密麻麻 全都是我参赛拿的奖牌 从我的第一场比赛 到最后一场 全都有 甚至连我小学打比赛的奖牌都在 我不知道柳如烟 是怎么收集全这么多奖牌的 此刻他的手在上面抚摸着 就像是在抚摸自己的挚爱 王浩 你看这些奖牌 都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拿的 我缺席了你之前的人生 以后你的人生我不想再缺席 更何况 我还怀了你的宝宝 柳如烟的手附上了自己的腹部 我瞳孔畏缩 什么时候的事 婚礼前一周 你忘了 那天我说结婚 你很高兴 喝了大半瓶酒 柳如烟的眼神中有称怪 我还想仔细回想一下 他却拉着我的手去感受态度 你看 宝宝在踢你呢 为了宝宝 不要离婚 好不好 我会让周晨在赛场上好好比赛的 柳如烟以嫂子的身份强势和我回了俱乐部 还请所有人吃了一顿价值不菲的大餐 聚餐的时候 柳如烟身先士卒 举杯向大家敬酒 之前是我和王浩之间闹了点小矛盾 让大家见笑了 现在我们和好了 还有了自己的宝宝 未来我们会越来越好 我相信我们两个俱乐部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对吧 宋小姐 宋言面上的表情很勉强 我拦下了他即将送入口中的酒杯 柳如烟的脸色有些难看 我很自然的开口 你不是怀孕了吗 他们也要参赛 酒就不喝了吧 今晚我们以茶代酒 柳如烟不自然的笑了笑 下一秒靠在我的怀里 笑得一脸甜蜜 还是老公你考虑周到 比赛的队伍还是出了问题 第二天预决赛 我们有一半的队员都上不了场 赛场的厕所几乎全都被我手下的队员霸占 宋言焦急的来找我 怎么办王浩 基本上所有的队员都中招了 还有多少人能上场 不到三个 两个替补 还有之前很逃的汪宁 他昨晚聚餐没来 跑出去上网了 宋言将仅剩的三个队员揪了过来 汪宁还好 其他两个都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王队 昨天的聚餐肯定有问题 我们的身体素质都好着呢 之前体检也没出现问题 怎么好端端的救 会不会是你老婆 那是王队老婆 她还是个孕妇 你们积点口的 宋言适时的呵斥了所有人 开口的几人立马进入寒蝉 我摇了摇头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你们三个 过来我给你们紧急培训 宋言 你去联系昨天的酒店 送所有入口的东西做检查 如果没有 就报警掉监控 宋言张了张嘴 想说些什么 却被我坚定的眼神劝退 汪宁嘴里嚼着槟榔 一脸的吊锅当 王队 要我说我们要不放弃算了 我们只有三个人 预决赛至少要四个人以上才能参加 怕什么 我和你们一起上 我脱掉了教练服 换上了普通队员的衣服 此刻 我不再为我的断臂自卑 上场前 柳如烟在为周晨 做着最后的赛前辅导 周晨的状态看上去十分轻松 放心吧 刘总 王浩在的俱乐部选手 不都被放翻了吗 有你帮我铺路 没问题的 柳如烟拼命的给他识眼色 周晨这才看到我就在旁边 看着我们队只有三个人 他的眼神中满是说不出的得意 王浩 怎么只有三个人呢 预决赛不是有规定 一个俱乐部至少出四个人吗 你们俱乐部之前在国内拿了奖 不会连四个人都凑不出来吧 我身侧的队员全都握紧了拳头 我却示意他们伤而勿造 谁说只有三个 你不会数数 周晨的眼从我身后的队员身上掠过 确实只有三个 柳如烟的目光却落在了我身上的参赛服上 王浩 你要参赛 有什么不可以吗 我问他 可是你的手 柳如烟看向我的手臂 我不知道他是在担心我 还是担心周晨的比赛成绩 就像我不知道他用尽手段 只是想不和我离婚 还是为了周晨 没事 我说过的 周晨必输 哪怕我用一只手 也能打爆他 王浩 你别嚣张 哪有残疾人上场比赛的 你已经不属于拳击场了 早点退出免得被人耻笑 周晨被我口中的话刺激到了 挥动着拳头想要证明些什么 我嘴角的笑却比之前更加嘲讽 先借掉疯狂看我比赛录像 模拟我的打法再说吧 菜鸟 周晨确实进步神速 欲决赛一路砍瓜切菜 就连我带进来的两个队员也被他打败 最后一场 向来吊耳郎当的汪宁主动请鹰 王队 这场我来吧 不 这场我上 汪宁看向我 王队 你的手 毕竟还没完全复原 周晨的打法霸道 我怕 我却自信一笑 你知道他的打法叫什么吗 知道 王霸之拳吗 拳风霸道 所向披靡 没有功底是练不出来的 汪宁一脸的向往 虽然对周晨的为人十分不耻 但赛场上 他又不得不承认 周晨已经拖胎晃骨了 我却勾唇一笑 王霸之拳 我是创始人 更何况 我不认为周晨能打出来王霸之拳的威力 汪宁住了嘴 宋妍知道我的决定 什么都没说 只是默默上来为我加油鼓劲 他拥抱了我 师兄 从前在校拳击队 你就是最强大 我相信你 我带着所有人的希望上台 临上场之前 柳如烟又一次找到我 王浩 你现在放弃还来得及 为我 还是为周晨 我问他 柳如烟有一瞬间的沉默 随即问我 不都不一样吗 我却笑了 不一样 我要上场打比赛了 离婚协议书记的签 已经拖了这么久了 再拖就不礼貌了 我不会签的 向来平静的柳如烟 忽然冲我大吼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王浩 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 你怎么能 我瞥了一眼 他假的不能再假的肚子 开口睿平 孕妇 不能喝酒 更何况 你说的那天晚上 我去医院复查手臂 你忘了 柳如烟将在了原地 他当然记不起来 因为那天是周辰的生日 我胳膊疼得厉害 给他打了一遍又一遍的电话 得到的却是冷漠的关机 后来好不容易开机了 他披头盖脸指责我没事找事 让我赶紧滚回家来 给他煮醒酒汤 我回到家中 他已经在周辰的安排下睡下了 临走的时候 周辰还不忘指着脸上的 口红硬挑衅的冲我笑笑 柳总喝多了 他每次喝多了就这样 你别介意 柳如烟根本不可能有孩子 就算有也不会是我的 我还是上了场 看到我的身影 周辰面上的表情有些扭曲 王浩 我早就想过最后一场 会不会是你和我打 没想到你还真敢来 你知不知道 你的王八之拳 我已经练得炉火纯青 现在我的水平 已经远远超过了 我将他眼底的兴奋看得真切 微微勾勾嘴角 是吗 从来只听过儿子像老子的 没听到老子像儿子的 你要倒反天罡 周辰受不住我口中的鸡 猛地踢拳向我冲来 他也确实没辜负柳如烟 这段时间在他身上 砸得真金白银 一招一试 十分唬人 有好几次 他的拳头都是贴着 我的脸颊擦过去的 但也仅限于刺 王八之拳是我的独创 我比任何人都要熟悉他 出拳 轻松拿下周辰 周辰节节败退 欲决赛一路索向披靡的他 在我这吃了大亏 没几分钟 直接被打出场 直到被我逼至角落 挂在周围的蓝网上 动都动不了 周辰还是一脸不甘心的问我 怎么可能 我明明已经研习了你的所有录像 连你之前训练的都吃头 为什么还是打不过你 一定是你用的一直有问题 一定是 蠢货 到现在还自命不凡 真信自己是什么天才少年 没有柳如烟狂往他身上砸资源 他连被我拒之门外的拳击手都不如 我松了手 周辰立刻从擂台上滚落 医疗队第一时间赶到 周辰叫嚣着要向足尾举报我为装一只 被柳如烟给拦下来了 我输了 他说 但是离婚协议我不想签 王浩 我把俱乐部转让给你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可以 我早就料到他会来这一出 直接让他看自己的手机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看完自己的手机再做决定 柳如烟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看完上面的内容后 脸色巨变 正是前段时间他为周辰 违规收买各种选手的证据 柳如烟最终还是和我离了婚 但他收买选手的时候还是没能瞒到主 周辰真是蠢到了家 或许是输给我心有不甘 又或许是柳如烟说了什么刺激了他 他居然失心风反手举报了柳如烟 柳如烟被组委带走调查 连同着之前他赛前给我队员下药的事也一起被立案 至少要在里面待够20年才能出来 周辰作为共犯 也被判处十年监禁 终生竞赛 作为一个职业拳击手 这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一个月后 周辰在监狱里自杀 他接受不了自己无法重返赛场 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我带领自己的队伍 成功杀进亚洲赛前三甲 一举成名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宋元塞了一封信给我 是监狱里的柳如烟给我的 他已经把自己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赠送给了我 希望我能原谅他之前的一切 他说 王浩 你太优秀了 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怕别人抢走你 所以才动了私心 这一路 我们终究渐行渐远 希望以后你能过上好的生活 我当然会过上好的生活 只不过与他无关 采访结束 我捐掉了柳如烟赠予我的所有财产 让他们化为点燃每个有拳击孩子梦想的火苗 我的未来 并没有因为失去一支右臂就结束 以后 还有更璀璨的舞台和更强大的国际赛事 等着我和我的俱乐部